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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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繼續在講 講明言經的經文 我們先把這段經文念一下 《惡難如今悅知》 誰摸他入 願出生死見父問如 即使如來 舉今是必 出如人子 與惡難也 如今見府 惡難言見 夫言如何所見 惡難也 我見如來 舉背 卻子 為光明全 要我心目 敷言 如將誰見 惡難言 惡難也 為大眾 同將 遠見 福高惡難 如今當我 如來 卻子 為光明全 要入 心目 如目可見 惡難言 又何為心 當我全要 惡難言 如來 現今 真心所在 而我 以心 推從 尋足 竟能 推著 我 將為心 敷言 多 惡難 此非 裏心 這一段 是 萬楠俊哲跟 釋迦牟尼夫之間 在問的一個問題 所以 心是什麽 心 在哪裏 惡難 見 釋迦牟尼夫的 手臂 和 釋迦牟尼夫的 手指 以及 釋迦牟尼夫的 拳頭 是用什麽呢 惡難說是 用的眼鏡 可是 佛說 你 用眼睛看的 那究竟是什麽是心 你的心 究竟是什麽 怎麼樣 惡難說呢 佛你要問我的心 我相信 我在推想的 那個就是心 佛說啊 嗯 那 不是你的心 這一段經文是這樣子 那 我們通常的人呢 都認為 多認為啊 能夠看到的 是心在看 能夠 推敲想像的 是我們的心 在推敲想像 可是這一段經文 明明明告訴我們 那不是 那不是我們的心 那不是我們的心 這段經文是怎樣的 那我們現在 經文裏面 幾個名詞呢 這麽解釋一下 然後 爲什麽 眼睛看的 不是用心 在看 在推敲的 思考的 不是我們的心 那究竟是什麽 我們在經文再看啊 經文裏面有幾個名詞 是什麽他露 諸位一定不容易知道 什麽叫做什麽 什麽他露 什麽他露 是子的意思 也可以說是定的意思 也可以說是呢 定會不二的一種功能 所謂定或子呢 有一點不大意義 子 是心不受動搖 定呢 是心無主有心 不起任何的這個反應 那子呢 是不受任何的動搖 所以這個地方不叫定 而叫做什麽他 那通常的人講 那通常的人講 一個人很有定功 每次當前 而心不動 民力當前 心不受誘惑 還有危險當前呢 沒有恐懼 這些都是呢 所以這個人很有定力 那麽這個地方講的子啊 這什麽他的意思 是 好像就是這個樣子的功能 可是真正的小聲的定 和大聲的定啊 有分別 所以 如來佛的定啊 又是一種功能 小聲的定 和外道的定啊 如定之後 心沒有功能 心中沒有任何現象 聽不到看不到 任何作用都不會產生 那 這大聲的定呢 是在日常生活之中 樣樣樣都有 都有 有反應 有 起種種的功能 那就是少 一些煩惱 就是沒有煩惱 沒有知足 不受困擾 那就是定 那麽一般凡夫人 所講的定啊 就是 有一些定力 安定力 從表面上 能夠不受 威脅利誘 這已經不容易 但是在內心呢 還會 有一些活動 在當下 他能夠增進 在背後 他心中 還是有困擾 還是呢 有一些 不平衡 那就是凡夫 如果說是 菩薩 佛 或者是解脫了的 大聖 聖者 在人前 人後 公開的 私下的 任何情況下 他的心 都能夠平如 靜 心平如靜 所以 任何風吹 任何所謂風啊 是警戒的風 吹它 都不會受到影響 那凡夫的心 能夠靜呢 就 像是 水面 的水 在沒有風的時候 水是安靜的 水是平靜的 當有風的時候呢 它就隨著風 起破浪 因此 福法里的一個名詞 叫做靜風 靜是什麽靜啊 什麽靜 環境的靜 環境的風是什麽呢 你們周圍有沒有聽過說 把風 把種風 有聽過嗎 說把風推不動 那個風 不是大氣 在流動的風 而是呢 使得我們心會動搖的 心會波動的 環境的種種的 誘惑 刺激 等等的現象 有些是 主要是語言的 還有呢 無知的 就是 就是 這個 明啊 利啊 以及呢 讚嘆啊 佛啊 批評啊 等等 都是叫做風 受這種 環境的影響的呢 就變成這樣進風 如果的心呢 經常保持平靜 也不受環境的風的影響 那就是 慎慕他 現在 諸位 慎慕他的意思 聽懂了沒有 心如止水 心如止水 功夫 還不夠好 什麼他的意思 現在可以聽懂嗎 這功夫不容易 但是我們要曉得 有這樣子的 一種啊 名詞 我們呢 希望能夠練習啊 到這種功夫 這是要修行的 不修行 這是聽到 有這個名詞 就是 用不上力 你說我的心如止水 沒錯 你的心能夠如止水 沒有事 你的心如止水 有事 你心中 就如 颱風天的 什麼 海水 那就不是 沈默湯 沈默湯 一定 不會像 颱風天的 海水那樣 起火 波動 因此佛跟温然講 你想要知道 沈默湯路 經過沈默湯的功夫 作為 處理 生死苦海的 一條路 如果 沒有 沈默湯的 功夫 作為 你要走出 生死苦海的 路呢 那你就是凡夫了 可是呢 我們修福的人 我們修福的人 就是要從 煩惱的 苦難之中 培養自己的 修行的功夫 使得自己的心 不要受到環境的影響 而被折磨 佛是在人間成佛的 佛能夠在 人間的眾生群中 不受眾生的環境所影響 所以成了佛 那我們這些凡夫啊 沒有辦法不受環境的影響 所以在人間呢 受苦 受難 受災 受汗 往往都認為環境呢 是給我們折磨 是給我們打擊 給我們困擾 給我們麻煩 沒有想到 被麻煩的 是誰呢 是我 那是我的什麼呢 是我的身心啊 受煎熬 那 身心是什麼呢 身心是我們的身體 我們的心 但是身體啊 是不會受災受難的 因為身體 因為身體這是一個物質體 身體最多死了以後呢 就沒有死 可是呢 心呢 不管生也好死也好 如果沒有啊 如果沒有啊 捨摸他的功夫 你活著的時候受苦 死了以後也受難 你在做人的時候受苦 你不做人做鬼還是在受苦 要逃 要逃 逃不掉的 所以 唯有啊 修成了 捨摸他的功夫之後呢 你才能夠找到啊 離開生死苦海的路 那麼這個地方叫 捨摸他路 願說生死 就是這樣子的 經文啊 那諸位菩薩們 你們來聽人願經 聽了這句話 有沒有用啊 有用嗎 有用 但願有用 要不然聽他做什麼 但願有用 但是可能用途不大 有一顆蘋果 長得好高的樹上 好紅 還沒有聞到香味 只是看到紅紅的 嗯 有一顆蘋果在那裡 可是子雞那個手啊 夠不到他 子雞有沒有踢 可以 也不會排出 就是看到 哦 有個蘋果 可以有個蘋果 也不錯 周圍有沒有聽到說 望梅 什麼 雖然吃不到梅子 望望梅子 也不錯啊 還不錯 有梅子可以吃 也不錯 所以周圍菩薩 他現在看到 捨摸他的蘋果 吃得到吃不到 還沒有吃到 但是 已經看到有這蘋果 在那地方 終算還不錯 能夠 能夠解裁嘛 所以 有煩惱的時候 你告訴自己 自己應該要有安定性了 應該要找到這條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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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邊我們再看了 有幾個名詞 一個叫做金色的手臂 一個叫做五輪的齒 這個是怎麼解釋法 五輪子 金色臂 我那個手是什麼顏色 我看看 你們的手臂是什麼顏色 西方人看我們東方人 是什麼顏色 黃色 是黃色是不是 結婚以後二十年看你的老婆 是什麼臉啊 是什麼臉啊 黃臉婆 是不是啊 黃臉是不是金色 黃臉婆 黃臉婆 是不是金色 是嗎 黃不一定是金 焦黃也是黃 枯黃也是黃 枯黃也是黃 而有金黃的顏色 這是呢 這是呢 福的肉身呢 聽說 是紙模金色 是紙金色的 為什麼是紙金色 它應該是金黃色 可是呢 印度人呢 都比較皮膚什麼 比較幽黑的 雖然是金色 有的光芒 是金色的 但是它的皮膚 是有一些 黑幽幽的 所以叫它紙金色 是不是一個人的身體 有金色呢 不一定 因為它有啊 威德的 慈祥的 智慧的 力量 讓人一感覺到 這個人呢 是在放光的 我不知道 你們有看過啊 很有威德的大人嗎 我呢 曾經有過 兩次的經驗 第一次是見到的 老蔣總統 蔣介石 那個時候我只有二十多歲 在哪裡見到他呢 是在圓山的中立池 每年有春秋二季 那個時候 我就在圓山中立池 也參與了那個春季的典禮 而我就站著這個排頭 這個總統還沒有到以前呢 已經吹到立正的號 這個時候呢 我們已經感覺到 哇 大人要來了 就感覺到這個力量來了 然後呢 在總統到的時候啊 經過的時候 眼睛一邊眨著 叫做摸贏摸送 我簡直一定不敢看 這總統啊怎麼敢看 又不敢看呢 又非可不可 這時候看到他好大 真是好大 心理上感覺上好大 其實走過的面前走過的時候 跟我並不搞不了多少 但是覺得這是個好大的一個人 就是過去了 過去了以後覺得他還在我的面前 他沒有來的時候覺得他已經在我面前 走過了以後還在我的面前 你看這個多大 這是見到的一次 蔣總統 第二個我是見到的是孫力仁 你們聽過沒有 是那個時候他是當陸軍總司令 這個時候我是遠遠的看他 在司令台上 其他的人呢都是小小的 這感覺上都是小小的 這孫力仁一上台就是大大的 為什麼他是總司令嘛 這感覺上他就是大的 其他的人呢 其實個子也沒有比他小了 但是感覺上就是小的 一看到這個孫力仁一上台就是大的 就是心理上就感覺上他大 而且他就是有光啊光彩啊 其他的人在台上呢 我們看他的眼眼眼睛 鼻子都不是很清楚 這孫力仁上台 我們也看到他眼睛鼻子耳朵清清楚楚 這個是個很奇怪的事 這是我的體驗呢 如果當時我在釋迦摩尼佛的時代 也在那個時候 常常寄進釋迦摩尼佛 當然釋迦摩尼佛一定還是有光 因為他的智慧他的慈悲 我們沒辦法跟他比 也沒辦法想像 而他坐在台上 講經說法的時候 一定他是比所有的人都大 比所有的人都有光彩 請問現在所謂 你們呢 現在看我看你旁邊的人 哪個大哪個有光彩 很簡單你們現在焦點呢 集中在我身上 這個燈光呢都是射到我身上 我的個子並不比你們大 但是你一定感覺上呢 我比你隔壁的人大 而比你隔壁的人有光 是不是這樣的 是 這因為啊 你們在接收我的訊息 而我是在給你們 許多的訊息 許多的觀念 我也在就是放光 放到我的什麼光啊 我的心光 我的慈悲光 我的智慧光 但是 我這個光是從哪裡來的 你們說 我是借什麼人的光 佛的光 也就是藏佛光明呢 在這裡放光 所以當時佛啊 講任何一句話 多能夠打動人心 多會讓人感覺到 從來沒有聽過這麼好的話 這麼有用的話 這麼啼啼而慈悲而有智慧 所以人人看到他就是有光 因此他那個手伸出來 有沒有光 有沒有光 臉上有沒有光 身上有沒有光 一定有光 一定有光 這樣子對光的解釋 光的功能 各位大家可以聽懂嗎 佛這句話 都是從傳說來解釋 從迷信來解釋 那我們信仰的角度 來探討 佛有沒有光 有沒有信仰的角度 我們相信佛有光 我們相信佛的身體是金色的 它那個金色的金 就是那個光芒的意思 讓人感覺到 讓人感覺到 它的氣質 就是那麼高貴 不是一般的人的 這個形象 所以是呢 就是金色的身體 而佛的身體呢 不是靠 許多的裝飾品 化妝品 給它化妝起來像一頓佛 所以我把你打扮成一頓佛 這個佛的打扮 不是靠化妝品 裝飾品 來打扮成功的 它是從內心呢 真展生出來的 一種啊 慈祥的 威脅的 和智慧的 力量 所以只要佛一出現呢 任何人一看都會無起頭地 這就是一種磁對光 如果我們呢 天天跟佛睡在一起 同一個床鋪上睡覺 天天跟祂 碰碰祂的肩 摸摸祂的頭 拉拉祂的手 請問諸位 你還看到祂的光嗎 看得到看不到 請問諸位 這樣子看得到嗎 看得到了 曾有也如此 所以夫妻兩個人之間呢 丈夫要度太太很難 太太要度丈夫很難 因為太太已經看丈夫 看得好清楚 睡了一個床鋪上面 丈夫看太太睡了一個床鋪上面 看得很清楚 你怎麼講怎麼了不起 就是這麼了不起 你再怎麼了不起 就這麼了不起 你怎麼能夠感動他 感化他 不容易 在家裡邊的兒女 要度父母很不容易 是他生的 從小 一點點的時候 給你一把石 一把尿 給你把你養大的 你就是他養大的 肥養大的 他怎麼能夠相信你 什麼了不起 除了我變成一個神 然後呢我就講 你這個兒子是菩薩再來 你要好好地帶他 他聽說是一個神講的 是一個老和尚講的 打開我的兒子就是菩薩 否則的話 還蠻 昨天我聽了一個故事 昨天我聽了一個故事 有一個家裡的 是我們姓中 是我的位弟子的一個小孩 男孩 他的名字叫嘟嘟 這個嘟嘟呢 他好像是生出來 就有一種 這個有第三個眼睛 他能夠看到四度空前的東西 好像是這樣 但是小孩就是小孩 巧批就是巧批 顽批就是顽批 有一次他的爸爸要修理他 要打他 這個小孩子怎麼講啊 他就跟他爸爸講 爸爸你知道嗎 我現在是你的兒子 但是我原來是你的爺爺 你知道嗎 你而打我就是打你的爺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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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故事 周圍聽到了 因此他這個爸爸還願意打他嗎 就是打的爺爺 這是打的爺爺 所以兒女要能夠使得 父母能夠感化他成為副教徒 很不容易 夫妻要他感化他成為副教徒 很不容易 原因就是因為太清淨了 因為看得太清楚了 所以呢 我們的法師們呢 不可以跟在家居士 同一個房子睡覺的 比丘不可以跟在家居士 同一個房間睡覺 為什麼 那個比丘可能 在睡覺的時候 那個在家居士就想到 嗯那個比丘就打呼 打了我晚上都睡不著覺 那第二天你要說話要度他 他說你都 你都叫我叫我 我怎麼能夠讓你度啊 我怎麼能相信你啊 所以比丘不能夠跟在家居士 同一個床 不是同一個床鋪 同一個房間睡覺都不可以 這個為什麼 保持具體啊 讓他能夠在說話的時候 你還能相信他 否則的話 你大概是 下一次來想一個突破 你說這個比丘啊 叫我睡不著覺的 你這記得他叫你睡不著覺 你大概想不到他其他的地方還不錯 修行修得還很好 或者是呢 說法說得還不錯 你大概想不到 你只想到他什麼 他打呼讓你睡不著覺 你這個音響這樣子 所以 以後呢 你們見到師父不要摸師父 就是摸摸師父 這個 下一次你大概 你對師父就是 不容易 不容易什麼 產生了 這個一種恭敬性 不容易產生 所以要保持這個 要保持距離 你們現在看我是個師父 如果下了座以後 你給我很激進的時候 你給我抱在一起 你能夠抱我的 你看看你還恭敬我嗎 你認為我們做個朋友 是這樣子 所以我過去我有一個弟子 他是個太大逼的 他呢 非常的 這個和氣 很有親和力 他跟任何人呢 都是那麼親戚 跟任何人呢 可以拉拉手抱抱肩 我常常跟他講 我說 你這個樣子呢 人家不會把你當師父看 人家看到你 什麼時候看你 你就是個普通人 他說不會的 他們還是叫我師父 我說沒有錯了 你過一段時間 首先是人家叫你師父 然後叫你摸摸師 然後叫你摸摸就夠了 因為你不像是一個師父 你跟他在一起 就是他的朋友 那佛也好 我們呢 中國的儒家也這麼講 君子不重 下面一個什麼句 有沒有一句話 君子不重 則不威 還有呢 君無戏言 有沒有這樣的話 君 這是皇帝的意思 君子呢 是啊 是正常的人 是有道德的人 是有學問的人 是受人尊敬的人 是受人尊敬的人 他一定是呢 要尊重自己 尊重他人 不是他自己擺架子 這個重的意思呢 是啊 就是啊 持重 態度啊 不會輕挑 輕率 講話 不會啊 隨便 信口亂講 那就 受人尊敬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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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五個手指 五個手指 每一個手指上 都有什麼 都有什麼 你們猜猜看 千佛輪 我們手上呢 有波雞 有什麼 有雞 有什麼 有螺 你們手上有螺有雞嗎 有雞 我們叫做雞 雞 鬥 斗 和雞 雞和斗 是不是這樣的 又叫做螺 懸的 叫做什麼 螺 這個長條條的叫什麼 叫雞 而佛呢 既不是雞 也不是斗 而是呢 手上是 倫 雞 這個輪 作為法輪 你們看過嗎 法輪看過嗎 法輪是幾個 幾個 幾個族啊 法輪是八族 就八佛輪 就是法輪 而佛的手上是千佛輪 就是 他的手上的這個紋呢 就是呢 是輪的形狀 那麼這 釋迦牟尼佛的手上的這個 是長的是什麼 是輪 輪像 輪像是有多少佛 多少佛 千佛 而不是一個手指 每一個手指 都是 都是千佛輪 手上有千佛輪像 因此每一個手指都有 是有千佛輪 因此叫做五什麼 五輪子 五個千佛 長著千佛輪的什麼 手指 這叫做五輪子 你們不要誤解了 這個 釋迦牟尼佛的手上 大概戴了五個手 戴了五個指環 戒指 叫做五輪子 就是這個意思 就是這個意思 這五輪子的意思 可以聽懂了 這是佛的三十二種大人像之一 佛的這個身像 就是身的像 有三十二種大人像 有三十二種大人像 那三十二種像 除了佛以外 還有誰有 請問所有知道嗎 還有誰有 誰 金什麼 金轉能聖王 轉能聖王 就是轉能聖王 只有轉能聖王才有 普通的 能夠有一種 兩種 大人像 就是貴 王公 大臣 不是帝王 就是大臣 好 下面呢 我們再看 說佛問 你現在看到嗎 比如說 他這個手伸出來 為什麼金色背 我這個身出來 為什麼不是 我的手 叫做黃色背 佛的手啊 偏彈右肩 說法的時候啊 手 右肩是 彈的 彈右肩 那個左肩呢 有劈的衣服 右肩呢 右肩呢 是彈的 所以是 手伸出來的之後 就可以看到他的手背 那是 問男 問男 你看到嗎 我男說 看到了 佛說 你是用什麼看的啊 我男說 嗯 我看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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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佛什麼 看到了佛 手臂舉起來 又把這個手指 變成了 是這樣子的啊 手臂手指這樣子呢 金色背五輪子 然後 車子 車子以後變成了什麼東西呢 變成了這個啊 這個拳頭了 他說我有看到你的拳頭 拳頭是光明拳 你們足夠看到我的拳頭嗎 看到了 有沒有光明啊 我的拳頭光明有了 那個是電燈的光 反在上面 他的拳頭的光 就是呢 不一定就是有燈光 就是讓人家看到 好顯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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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清楚啊 那 就是認為叫做光明拳 要我心默 這個 釋迦牟一佛的手 拳頭 這麼亮 使得 窩囊的 心在動 眼睛在看了之後啊 心呢 受到影響 這個地方的心默 跟我們的這個 一般的 平常的 就是肉眼的眼睛 有一點不一樣 肉眼的眼睛呢 可以眼睛睜得大大的 像一條死魚 眼睜睜得大大的 像一條死魚 看到東西沒有 看不到 但是我們平常有的人呢 眼睜大大的 看到 看到東西了 看到 有一點 明明糊糊 不是清楚 看不清楚 茫茫然 不知道 是在看著什麼 這個 顏色 對 不只用心眼看 有的人是 東西是看清楚了 但是呢 沒有深一層的 理解 感受到 這個人 這個動作給你是什麼意思 這個顏色對你來講 是一個 賦予什麼意義 這傳遞的什麼訊息 你不清楚 這個則是說 我眼睛看到了 看到你說咋是什麼意思啊 網咋呀 比如說 我現在眼睛看你們 看見諸位一眼 你們也看到我了 你們五角問你 你知道我看你做什麼嗎 你知道我看你的意思是什麼嗎 或者是 現在我 我拿了這個 這根車 你看看 我這樣子換一換是什麼意思 你們知道嗎 你們看到了 但是這個換一換是什麼意思 你知道嗎 這樣子換一換你們知道是什麼意思嗎 這個就是 用你的肉眼看 而沒有用你的心眼看 你要用心眼看呢 你說這樣是什麼意思啊 沒有意思啦 就是師父現在要告訴我們這樣的事 是叫比喻而已 叫 心靈神慧 所以 比如說 你們聽到過一個故事 你們聽到過一個故事 那 佛說 就他知道 可能另外的人也會笑 傻笑 傻笑的就是 佛今天拿來多花 好好玩喔 好好玩喔 那就是傻笑 像我上一個星期 我在說皈依的時候 有一位在家佛殺呢 來受皈依 他從頭到尾都在笑 從頭到尾都在笑 從頭到尾都在笑 我念皈依詞 大家念皈依詞 他有人在哼 笑 你們說這個是 他是 他是會心的微笑呢 還是什麼 是什麼笑 少笑 少笑 這個是心眼看到的嗎 沒有 這個地方的心眼呢 就是說 你表示什麼意思 我能夠心裡面呢 臉受了 或者是呢 你的手這樣舉起來 你來問我用什麼看 我是用心眼看 用心來想佛你的手舉起來 究竟在表示什麼 我在用心在想 用心在看 這個叫心眼 大家知道了 現在你們是不是用心眼來看我 是不是用心兒來聽我 是不是 是不是 如果不是的話 那你們也想 那個 上一次我說皈依的時候 那邊菩薩一樣 笑的時候傻笑 看的時候傻看 聽的時候傻聽 這個就 沒有用心眼 心耳 這樣就可以聽懂了 可以聽懂嗎 聽懂 因此 因此 偶然認為他已經了解 了佛的意思 但是真的了解了嗎 下面佛就問了 佛問他 如將誰見呢 你用心眼來看我 那你是用什麼東西來看到我的呀 用什麼東西來看我 那悟難說 嗯 佛啊 我跟所有在座的聽眾們 都是用眼來看到的 沒有眼睛當然看不到嘛 用眼睛看到的 通過眼睛 我們的心就知道了 佛你的手是那麼的光明呢 這樣子看到 用眼睛看到 本來是問的是心 結果一下子變成眼睛 透過眼睛再來看 那佛說 用眼睛看不是心啊 這個悟難誘惑多了 問 用心看又不對 用眼睛看又不對 究竟用什麼看呢 那下邊呢 下邊你們都會看到 下邊的經文啊 渥男 居然 被做 和長 起立白佛 此非我心 當民何膽 下邊記下去 佛告問 此是虔誠 虛妄向相 何如真心 何如真心 猶如無史 至於今生 任載為子 事如圓場 故受倫短 這次 這次 歐難尊者 和佛 釋迦牟尼 又是另外一段的 對話 對話 歐難尊者 到這個時候 覺得左右為難 覺得 非常的 驚訝 用心看也不對 用眼睛看也不對 那究竟應該稱它為什麼呢 稱我看的那個東西是什麼東西呢 我看用我的什麼東西來看佛的手 佛的拳頭呢 在我們普通的人也會同樣的 有類似的感受的 比如說現在請你們注意看我的手 看我的拳頭 我有說你們不是用眼睛看的 我有說不是用你們的心眼看的 那你們就要覺得奇怪了 那我們究竟用什麼看的呢 用眼睛看不對 用心看也不對 那究竟用什麼看的呢 佛不正面回答這個問題 如果正面回答這個問題 就是自己的回答 非色非心 非言非心 那究竟又是什麼 還是問題解決不了 還是問題解決不了 這個不會說佛法的人呢 就用許多的腐朽名詞 就用許多的腐朽名詞 虎人 會說佛法的人呢 盡量的避免腐朽名詞 而把人的心中的煩惱 執著 執著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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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障礙啊 把他排除掉 如果是一個 真正懂佛法的人 他一定呢 能夠把佛法 在生活裡邊 的例子裡邊呢 就能夠表現出來 就用從日常生活中的 平常的 平常的 大家說熟悉的 話 或者動作 把它表現出來 如果還是用 抽象的佛修名詞 來表達佛法 等於沒有表達 比如說我現在 假如說佛啊 佛告訴悟難 非色 非心 非內 非外 非言 非非言 這樣子 周圍聽懂嗎 周圍聽懂嗎 聽懂了啦 這個字蠻懂的嘛 非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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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 但是 對中國人來講 感受上 是什麼 還是不懂 所以問題不能解決 因此呢 所以 佛都是用旁敲 刺激的 來啊 一層一層的呀 來幫助過難准者 也幫助我們呢 了解 所以 我們 一般的人認為的心 是什麼東西 而這個東西 就是害人精 把害人精的心 當成自己的心 那就是 什麼 認載為什麼 為什麼 認載為什麼 為止 一般人的心就是呢 喜怒愛樂的情緒心 厲害得色的執著心 好壞多少的分泌心 這些都不是真正的心 而是什麼 煩惱 因此呢 佛說 你 你 你要 剛才所講的 你認為那個是你的心呢 這都是你的虔誠希望想像 不是你的真性 這個名詞要解釋一下了 這是虔誠 虛妄想像 不是你的 你的心 而是呢 把你的本來面目的福性呢 也就是智慧呀 是 明和諸了 實際上 那就是煩惱性 虔誠的 成 是什麼 虔誠呢 諸位有沒有聽過 六根六成 這名詞聽過嗎 六根哪裏六根 嚴而鼻舌生意 是我們的身體 六成呢 舌生將為乎法 這是呢 我們的生理現象 所基礎 所面對的 客觀的環境 那個客觀的環境 就是呢 種種的呀 無知現象 除了無知現象呢 還有一種呢 叫做 符號的現象 請問諸位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的樹 末的樹 這是 是無知呢 還是非無知 還有 好啊壞啊 這個名詞 是無知呢 還是非無知 是無知還是非無知 非無知 非無知 我們的語言 是無知呢 還是非無知 是借無知而表達的東西 是符號 有陰神的符號 有呢 觀念的符號 這些都是叫做 成 我們的環境裡邊 所有的種種的 現象及符號呢 全部叫做 成 都叫做什麼成 前成 是在什麼之前 是在我們六根之前 跟你啊 產生關係 之後 也就是說 客觀的環境 跟你主觀的身體 產生 激錯 反應之後 你的心裡邊呢 又說 又動作 你的心裡動作 這是你自己主觀的 一種反應 不一定就是客觀的那樣事實 我們在打坐的時候 在打殘器的時候 我常常聽到有人說 當師父走過的時候呢 好像有一層檀香味 你們說師父身上有檀香嗎 師父身上就在放香嗎 這種是什麼人的 走那裡出來的東西 這是主觀的 不是客觀的 但是呢 師父經過他的背後 或者經過他的面前 但是他的反應呢 聞到了檀香味 這個跟我經過有沒有關係 有沒有關係啊 有關係 如果不是我經過 換了一條狗經過 他可能就聞不到檀香味 因為師父經過啊 他就覺得有檀香味 那是我身上的檀香味啊 沒有 但是他又聞到檀香味 這種是叫做虛妄什麼 這個名詞叫什麼 虛妄相想 不是事實 但是呢 他經驗到的 感受到的 就是這個樣子 比如說我剛才講了一個故事 一個小孩子叫嘟嘟 是不是啊 這個故事講了以後 你們聽了以後的反應是什麼 四個人可能就是 九個人的反應不一樣 你們的感受啊 就是不一樣的 所以問問大家的反應 你寫出你的反應的感受來 我們拿出來 對比一下 你四篇感受 四個人寫的感受 四個人都不一樣 會不會這樣 會不會 這個就是叫做虛妄什麼 相像 但是虛妄相像是啊 有他的原因的 也就是常常有人說呢 不是空穴來負嗎 是啊 四處有因 然後呢 下面一句什麼 四處有因 下面還查一句什麼 查無什麼 十句 這個都是什麼 虛妄想像 但四處有因 有這樣的一個因 但是呢 到了這樣子 轉變了一個人的 想像的空間 之後呢 他的反應是不一樣的 他的反應是不一樣的 有一次呢 我聽到 有幾個菩薩 聽完我的演講之後呢 他們回去 那我呢 也正好啊 也這個時候也要外出 他們沒有看到我在背後 他們一邊講一邊談 一邊講一邊談 今天師父講的一個故事很好聽喔 那麼另外一個說 嗯 我覺得啊 師父講的某一句話很有用喔 那另外一個人說 哎呀 師父的廢話太多喔 所以我在背後聽了 聽了以後呢 這個叫做眾生像 叫眾生像 就眾生聽到 個人聽到 所得到的呀 反應都不一樣 因此呢 當我講經的時候 以及我對人 相處的時候 我能夠體會到 我講的話 人每一個人的解脫的方式 都不一樣 所以是呢 我絕對不要求啊 我講的話 人家要百分之不得接收 要百分之不得做到 我就不會這樣要求 因為不同的人 聽到就不同的聲音 不同的什麼 不同的味道 不同的意思 不同的感受 這個叫做什麼呢 叫做什麼 虔誠什麼 你們念一下這個 這個句是什麼 虛妄想像 是 虛妄想像 是 虛妄想像 那請問 我們作為菩薩 是不是經常都是生活在 這個四個字之中啊 是不是這樣子啊 我們經常可能都是這個樣子 不要說 不要說 我們真心的知識 就是我們平常生活裡邊呢 經常會發現 自己就是在生活在這樣子的一種虛妄的情況中 如果你們不聽這場經 可能認為 我聽對了 我都是看到的 我聽到的 我知道的 你知道的 跟他知道的不一樣 你聽到的跟他聽到的不一樣 你吃到的跟他吃的不一樣 今天我吃榴槤 你也吃榴槤 我吃的榴槤 你的榴槤 同一個榴槤 但是呢 你的感覺跟我的感覺不一樣 你們相信不相信啊 你們也吃過榴槤的榴槤 榴槤好臭 最好吃 吃東西啊 每一個人吃的時候 就是感受上不一樣 感情上不一樣 感覺上不一樣 反應上不一樣 這個都是由於什麼 由於我們的虛妄 想想 我們如果能夠肯定 承認這個事實呢 在我們對其他人的動作 觀點 態度 會尊重人 為什麼 子一就是這樣子的人呢 那為什麼就不能尊重人呢 但是我們許多的煩惱 就是堅持己見 堅持自己的看法 堅持自己的想法 堅持自己的主張 自己認為這個樣子是最對的 對 昨天晚上呢 我還為了一種事情 滿麻煩的 我想要睡覺了 已經快要十二點了 但是有兩個人呢 意見就是不相同 一個人說 師父 這個樣子是最好的 另外一個人說 那個樣子是最好的 那我就旁邊聽啊 聽啊 究竟是哪個最好啊 究竟是哪個最好啊 他說師父 你說我這個對 我當然對的啊 師父你看這樣是對的啊 那另外一個人說 師父啊 我這是對的啊 哎 莫說你們兩個人都對了 問題總是要有個交集點啊 兩個人都對 但是這個問題是要合作的來做的 總要有一邊呢放棄的 或者總要一邊呢退步的 兩邊都能夠讓一讓呢 問題就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不要堅持啊 我說你們兩個人 兩方堅持 就一方要退 要就 一方要退 你們兩個人都不退 我說我來教你們退 請你不要做了 這個事情為你的示範 我換另外一個人來做這種事 因為你要這麼堅持 沒辦法 他說師父 我是經過調查的呢 許多的人 都是站成這樣子呢 另外一個人說 師父 我也經過調查的呢 好多人都是因為這樣是對的呢 所以他們兩方面都有群眾啊 那我師父沒有群眾啊 就是啊 這都是什麼想想 能夠理解到這個 希望想想這句話 我想就能夠怎麼樣 就能夠 人家堅持的時候 我自己怎麼樣 我覺得這樣 因為他的希望想想 他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承認 他自己是希望想想 那只有我承認 我自己的是什麼 希望想想哦 那還能夠平安無私啊 所以這兩個人就是沒有交界點 一直鬥爭下去了 反正是你也是希望想想 我也是希望想想 這要不出大披露 如果沒有大差子 不會啊 叫人打架死 這個受大損失 那這個事情還是要做 那我放棄我的 那我就去受你禁 都是希望啊 這個觀點 我想諸位呢 今天聽到這個地方啊 如果你們還要堅持的話 這個就是呢 從生子生 一生又一生 到了今生 你還是做凡夫 原因就是任職 任宅 是吧 任職 任宅 做什麼 為職 因此呢 射了你的真性 你的腹性呢 你不見了 而變成了 不斷地做什麼啊 輪轉 輪轉 在哪裡輪轉呢 在生死流到苦海之中啊 不斷地流轉 頭脫頭膜 生生死死 苦苦惱惱 不斷地是因為什麼 虛妄想想 任職為止 任宅為止 所以呢 自己就這個樣子了 如果我們退一步想 如果我們知道自己沒有智慧 自己也相信人家也沒有智慧 也許人家的智慧比我自己高一點 也許人家的智慧差 我的智慧也差 他的虛妄想想比我的更虛妄 那他不聽我的 那我只有跟他跑啊 那至少我們兩個人還在一起啊 否則的話 你度眾生度不到眾生的了 比如說我們到台北去 我們都要到台北去 有一個人說我要坐巴士 另外一個人說我要坐汽車 坐機器 什麼 機車 另外一個人說我坐摩托車 不是 坐腳踏車 那 這個三個人 說你坐你的 我坐我的 但是我們要同時 同一個時間 在那個地方辦同樣事 而且 要在那個地方找到某一些人 辦同樣事 那你坐你的車 我坐我的車 行嗎 好嗎 你們說好不好 不好 那 大家都堅持坐腳踏車 好吧 那我也就坐腳踏車了 這個是沒辦法的 大家堅持 兩個人堅持 都要坐摩托車 那我只有跟著坐摩托車 本來我是想 想坐巴士的 巴士又安全 又省力 一定 一定到達目的地 他們說 另外兩個人 一個 兩個人 個人就堅持 那可能有一個人要放棄 那堅持 還有一個人還是堅持 說你們一定要坐巴士 我不去 那好吧 我們還是能夠 同一條路 到同一個地方 同一個時間 辦同樣的事 還是能夠在一起 否則的話 那麼三個人 各走各走 這樣就是 辦不成四 至少 為了他 我也要 怎麼樣 順從他的虛妄 什麼 虛妄想想 今天我又講又得意 就是講得還不錯 各位菩薩 你們各位覺得今天聽得還不錯吧 人言經是很難講的 那我這樣子講呢 也講得蠻高興的 這個其他的老法師們講 大家不是這樣子講 我不會講經的人 講得大家能夠用一句兩句 也很好 如果講得很會講 講得很好 結果大家一句話也用不上 那 這個 就很可惜 我不管講得對不對 對大家有用 那我想呢 就是 就是我的希望想想也不錯